三國題台可以說是華人世界中與金庸少數並存的兩個大題目 無論是動漫遊戲影劇都是改編數量一等一的 也曾創下無數的梗圖和經典 而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應該就是老麥年糕的趙雲 常山趙子龍了 說來有趣 趙雲乃有小生的形象其實一開始並不存在 羅冠中三國演藝的趙雲靠著長板波單記救主讓他在綜藝上爆棚 關鍵外貌只有在三國演藝第七回 看那少年 身的身長八尺 濃眉大眼 闊面眾儀 威風凌凌 照字面所說威猛是威猛啦 與清秀沒啥關係 時光先往前個一百年 1927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陳丹序的三國志中 趙雲的外貌粗獷 和前面敘述蠻合的 台灣普遍首支的三國漫畫 大概就是1971年開始連載 共60冊由橫山光輝老師所畫的三國志 裡面的趙雲長這樣 穿上盔甲後長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和陳丹序的版本還真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還是說他們參考了三國演藝 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 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帥哥的概念呢? 應該是本宮洪志在1983年連載的漫畫 《吞食天地》 趙雲戲份不多 但是很帥 而且你們有沒有覺得他長得很眼熟? 欸欸欸欸 因為卡普空在1989年推出的 ARCADE的街機 吞食天地和漫畫版是同一個人設 1992年的二代更是絕大多數人的童年回憶 10個玩家有8個人都選趙雲 欸不為什麼?就是帥 最為人熟知的頂級外貌協會趙雲 大概得歸功 或是歸咎於歌草的元祖真 三國無雙 初代便有的英俊小生外貌和翩翩馬尾 除了系統大改的五代外 有全勤獎兼第一主角的趙雲 外觀差距不大 至於為什麼當初會與趙雲作為主角的話 主要還是在蜀國裡面他加入得早 又活得久、死得晚 大大小小的戰役有他在劇本中 也比較不會突兀 順便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出版的格鬥遊戲三國無雙的趙雲 感覺上還是參考了不少吞食天地的風格就是了 而現在又有一款新遊戲映入我們的眼簾 是號稱酷帥男神何潤東飾演的涅槃趙雲 嗯…可能… 這個我對何潤東的印象 比較多停在2000年2000年初的不驚羽和化英雄 總覺得這個趙雲… 好啦至少服裝武器還算到位 畢竟趙子龍他老賣年糕 吃多了才有體力上戰場 可能也就圓潤一點 是不是誰說大俠就一定要是帥哥呢? 沒錯!這就是最新的卡牌手遊三國雲夢露 開場我們就是一個穿越過來 老冠麗可男可女 雖說故事中一人一句小將軍 但我看怎麼都不小啊 我是說這個… 志氣和膽量啊 身為一個將軍 當然要志氣比天高一身是膽 所以說一開始呢 我們就來到了同樣也一身是膽的趙雲傳中 此時似乎正在長板坡與曹軍交戰 踩走兩步路就遇到了王毅 哎呀太太您嚴重了 沒打算跟您抗衡可以加入你們對吧 我的意思是假裝投降似機而動啊 可惜官將軍似乎並無此意 那只好一戰了 沒料到對方不講武德三個打我一個 哎不對啊 官將軍您不幫個忙嗎 還好 有神秘女子助我一臂之力 一發神技立刻分出勝負 接著又遇到黃月英說著迷夫人失蹤等等 這…三國也太大了吧 啊我是說戰場死傷慘烈之大 即便我們奇境奇出 最終依然無法改變這場悲劇 哎是的 三國與夢露的主線呢 就是回顧經典的三國演藝劇情 像是第二章的點尾傳 重現了曹操強納周勢導致張秀反叛 點尾因雙擊被胡車而偷走 寡不敵眾而亡 特別是郭家你看他講的話多有道理 但你家老闆就是一個人妻控 我有什麼辦法 前面三章的主線呢 都還有全程配音十分的有誠意 為了讓玩家前期體驗良好 通關27後 直接讓你可以選擇這個 未屬無或者是其他的陣營兩隻角色 下方還會告訴你大家都挑誰 給有這個選擇困難陣的人一些參考 像是蜀國呢 會給你祝容跟黃忠 祝容可以直接打縱牌的武將 而且必定暴擊 是相當有效的範圍傷害 能減輕隊伍的壓力 黃忠更是單點超高爆發 要是擊破的時候還會追加普攻 算是收頭的最佳武將 通關39更是會再給你一個該陣營的核心輔助 像我前面如果選了蜀國啊 這邊就會給你徐數 能夠和兩位的隊員進行聯繫 讓他們有30%的機率二動 怒氣足夠的話有機會動個沒完 而且還有一隻可愛貓貓 要是人物太多你對於這個組隊有點頭疼的話 遊戲也提供了官方陣容推薦 從四個勢力選擇其一下去發展 也不用擔心比如說你抽到更好的橙色角 或者是替換紫色的時候會浪費經驗值或是什麼進階素材 遊戲給你準備的是什麼 無損換將 新上場的角色直接繼承所有的等級和裝備 讓你更換隊伍嘗試不同的組合非常的方便 不用擔心什麼練度的問題 隊伍的組成其實也很隨意 雖然一開始會讓你以各國家為基礎 抽到不同的武將也能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去搭配 像是王毅有50%的機率附加麻痺在敵方的橫排武將身上 就很適合當個萬金油在各類隊伍中控場 無論是升級武將或是裝備 都有提供一鍵完成或是強化 不夠的素材也能直接花體去農回來 不用花時間來去找關卡啦幹嘛的 最重要的就屬升階級了 可以直接提升趴數的屬性 要是卡關卡等級的話 千萬要記得把人物的階級提升上去 三國魚夢露在養成的回饋體感相當好 有時候你卡關只要稍微突破一個等級或是裝備 就能感受到明顯的成長 雖然啦,主線相當的有誠意 小橋片還能看到他與周瑜的狼情愜意 但我知道現代是什麼 一個講求速度的社會 所以公孫戰狀後會開啟放置躺營 啊不放置推關也沒錯啦 你看那個神仙姐姐自己跟我說輕鬆躺營的啊 按下去就能看到我們小將軍一路刷刷刷切菜切過去 舒服、爽度滿點 你說可能會卡關? 哎呀不怕 遊戲還給了我們每天有限次數的助戰 直接讓呂布上場就能毀天滅地 炎武讓你照著整個三國時代重溫事件 從西元184年張角的黃金起義 190年十八路諸侯討伐董珠 1906年重新贏回碳限定 目前直到199年的呂布喪命啦 不知道後續還會不會追加故事 逐鹿可以和盟友一起占領城池 拿下來的城池就能增加被動資源 你看大家有沒有一坨人都擠在洛陽旁邊 就是因為這裡的元寶特別多 嗯?怎麼搞得跟股票市場一樣? 競技場就標準的踩頭啦 不過前面大多都是電腦 戰力不高 換句話說能讓你很舒服的 一路轉分爬上去雙領資源 至於前面的大佬我們就佛系應對吧 同盟記得也要加入 除了有紅包能拿外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援助你的盟友武將碎片 而且不會消耗你自己的 換句話說就是借花獻佛 不過前提就是能送的只有自己有的武將 所以每天有空就盡量幫吧 我們也會拿到同盟幣作為回報 再到商店去換一點素材 主線外也有許多小遊戲 像是吞食天地就可以挑戰那個武將 一路吞食他們越變越大 越變越大 而且這也是能夠自動掛基地 就看對我們球球一路往前吃個沒完 有機會拿到武將或者是碎片 翼紋則是取得能提升全隊屬性的寶物 四聖獸和麒麟符可以選一種裝備 回血或者是輸出的效果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合適的 過程中還有一些像是什麼投壺啦 跳躍啦吃元寶 成功之後都能拿到不少的遊戲資源 去幹什麼? 啊!抽卡嘛! 每20抽保底局卡 300抽能保紅卡 雖然我是還沒保到啦 不過100抽後就會開啟什麼 心願清單 就把人妻 啊不 這個柔弱的婦女們放進來好好保護他們 隨著收進這個後隊伍的人越來越多 冥王打開你還能增加全隊的戰力 而且我們還會發現什麼? 三國雲夢路也試圖顛覆一些我們的刻板印象 像是很大的小橋和更大的大橋 我是說武器 沒有鬍子的關羽、年輕的黃鐘 有關金、沒雨扇、換拿個球球的諸葛亮等等 要是你對他們不熟也不用擔心 人物都會有傳記 讓你回顧這些三國英雄們的一生 像我還真的不知道虛楚 他不只活到曹丕稱帝 甚至到曹瑞繼位後才過世 誰叫三國無雙都一直讓他耍寶 加上這個什麼三高的體型 和我以為他早早就有什麼高血壓加糖尿病 其他像是副本採集資源 每日定時的全服、跨服活動通通都有 內容相當的豐富 即便是無課玩家也能藉著海量資源抽好抽滿 練腳因為無損換將也不用擔心練錯 想體驗新的三國手遊 記得到下方說明欄下載三國雲夢路 我是爹,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